张飞杀他父亲曹操,抢他母亲,他长大后威震天下,这位令人称奇的少年究竟是谁?这里是锐历史,订阅我,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趣味历史。 《三国演义》,这部千古传世的剧著中,一次次的史诗般战役,英雄豪杰的勇猛与智谋,深深地吸引着无数的读者,其中有一个角色,或许不如曹操,刘备,孙权那般威名赫赫,但他的身世却引人深思,他就是秦朗。 秦朗,一个在家庭的熏陶下滋生的英雄,曾经的他拥有一个和睦、快乐的家庭,父亲的庇护和母亲的爱,让他的童年充满了欢乐,但在这乱世之中,即使在小的幸福也是短暂而脆弱的,他的父亲秦一路,一个原本守卫洛阳的普通士兵,被命运的洪流推到了风暴的中心。 秦一路曾经在吕布的麾下任职,这个名震天下的英雄,董卓的养子,人称人中吕布,马中赤兔,但他背叛了董卓,杀死了他的养父,因此备受追杀,陷入了困境。 这个时候,秦一路因吕布的命,前去寻求袁术的帮助,想借此保全吕布。 在乱世中,人心难测,谁能预料秦朗的父亲秦一路,竟然会被袁术的巧言诱惑。 承诺给他汉世宗女为妻,对于这桩豪门联姻,秦一路难以抗拒,他毅然做出选择,舍弃了幼年的秦朗和他的母亲,投身于袁术之下。 秦朗与他的母亲度士,从此相依为命,一向美丽动人的度士,却要在生活的艰辛压力下,以纺织和捕缝来维持微薄的生计。 然而,他们的困境却唤醒了关羽的私欲,关羽虽然是刘备的结拜兄弟,却因战乱而意外与刘备走散,投入了曹操的麾下,而在那里,他深深被度士的美貌所吸引。 在曹操与吕布的下批之战中,关羽表现出色。 他对度士的痴迷,使得曹操对这位普通的纺织女子充满了好奇,关羽的稳重,不尽女色的形象,让曹操想要见识一下到底有何魔力,让关羽破了性格之界。 然而,当曹操见到度士时,他也被度士的美貌深深打动,他未能遵守对关羽的承诺,而是将度士纳入了自己的后宫。 这一事件,使得秦朗最终成为了曹操的养子,人生命运发生了深刻的改变。 曹操,这位世间的萧雄,肆意挥霍他的才智与权力,不仅将秦朗收养为继子,更成功地塑造他成为了一位才能出众的将领。 这是一种父子间的互相魔力,曹操的锐气犹如烈焰,而秦朗在其熏陶下,也逐渐燃烧出了属于自己的光芒。 然而,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是,秦朗的功绩是如何越来越多,以及他的亲生父亲秦一路是如何走向了悲剧的。 刘备,这位乱世中的英雄,在得知关羽投靠曹操后,也随即入主了曹颖。 然而,他的野心与对权力的渴望却使他开始策划自己的独立军队,他计划游说曹颖中的将领加入他的阵营。 其中就包括秦一路,毫无疑问,秦一路成了他的重点目标。 刘备悄然派出了张飞,这位豪情满怀的勇士,用他的热血之语来诱惑秦一路,使其对曹操心生疑虑,你的妻子与儿子都成了曹操的物,你却仍然效忠于他,这是何等的耻辱和痛苦啊。 张飞的话激起了秦一路心中的波澜。 在情绪的激荡中,秦一路决定与刘备一起逃离曹颖,然而恐惧像黑暗一样笼罩在他的心头,他开始害怕曹操的追杀,他的内心犹如风雨飘摇的船只,彷徨而又迷茫,于是他突然间决定反悔,他打算返回曹颖并揭发刘备的阴谋。 然而,他没有预料到的是,张飞的脾气如同火山一般爆裂,听闻秦一路的叛变,愤怒让他控制不住自己的剑,残酷地割断了秦一路的生命。 秦朗的生父秦一路死后,他并没有流露出任何悲伤,在秦一路抛弃他和母亲后,他已经与这个亲生父亲割裂了所有的纽带。 曹操对于秦朗这位妻子,有着说不清到不明的喜爱,或许因为他看见了秦朗身上的一些自己的影子, 也可能他对秦朗母亲的情感异于言表,尽管秦朗的亲父秦一路曾无情地抛弃了他。 但在曹操这位伟大的继父的庇护下,秦朗的生活温暖而稳定。 在曹操的儿子曹丕的时代,秦朗就像一只鸟,在国家的四处飞翔,寻找属于自己的天空。 然而,在这个时期,他的才能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,直到曹锐继承了皇位,秦朗才得到了重视,被任命为萧綦将军。 他的军事才能惊人,且为人低调,这使得他深受曹锐的欣赏。 然而,乱世中的巨变总是不断,诸葛亮携十万大军向曹锐展开挑战,曹锐在这个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,选择了派出秦朗。 在持续了一个季度的对垒中,诸葛亮病逝,秦朗赢得了胜利,他的名字如日中天,横扫整个天下。 秦朗的人生道路曲折而精彩,他在尘世的魔力中坚韧成长,尽管曾遭遇父亲的背弃,母亲的失落,但他并未沉沦,反而在曹操的庇佑下成就了一生的辉煌。 他的成长之路无疑是一首悲壮的诗歌,旋律中充满了坚韧与智慧。 人性的复杂性使秦朗在成长的过程中学会了谦逊、谨慎和深思熟虑,他很少言多行,他的成就并非偶然,而是他不断努力积累才华的结果。 他用行动向世人证明,无论何时何地,无论面对何种困境,只要保持初心,默默无闻,做好自己该做的事,总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光芒。 秦朗作为被曹操培养出来的将领,在后面的表现当中也展现出他卓越的军事才能,但可惜,最好因为自己的实力原因被曹瑞猜忌而被罢免官职。 回看秦朗的一生,其实是充满悲剧的一生,自己的父亲抛弃自己,还被张飞杀害,自己的母亲被逼改嫁,但也许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,秦朗才成为了一代名将,机会从来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 秦朗在一腔热血无有用之处,满腹才能无施斩余地的时候,没有去抱怨或是愤懑,他清晰地认清自己的处境,并韬光养晦等待时机。 他也是幸运的,历史并没有让他平凡一生,时代给他布置了一个只要完成就能流芳千古的作战,他也没有辜负上交了一份完美的答卷。 父母双亲,一个被困,一个身死,一场战役,一个名将,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,归隐田园,将过往功绩放入回忆,早出晚归,秦朗破于时局,终归于平凡的一生,其中平凡中的不平凡的光辉将永不被掩盖。 或许是童年的生活给秦朗留下了深刻的影响,秦朗一生都秉持着谨慎的态度生活,不求建功立业,闻达诸侯,但求身家性命无虞,同为曹操继子的何彦就没有如此多的顾忌,在诸多事情上随心所欲,积极参与政治斗争,最终在高平凌事件中被杀。 秦朗在魏明帝时期逐步高升,甚至在仅初二年一度被立为辅政大臣接受托孤,可惜的是,秦朗遭人诬陷,没能得到澄清,最终缅官员走他乡,最终草爽,司马懿被命为辅政大臣。 可以说,秦朗在三国好如烟海的英雄中不值一提,他的一生在内政军事上都没什么大的功绩,性格也是平平无奇,才华有限,家庭更是支离破碎,他的一生极具悲剧色彩,年少时父亲被杀,母亲被掳,中年在政治上无甚大的建树,最终落得个缅官的下场。 秦朗在失去辅政大臣资格后,退出政治舞台,免官员走他乡,并无音信,白骨入鱼野,千里无鸡鸣,曹操曾经就写诗感慨过战争对百姓的伤害,在乱世安身立命,已是一种幸福。 秦朗这辈子可谓是一波三折,少年时家中巨变,长大后更是久不得志。 但秦一路并没有就此自暴自弃,而是不断地学习,不断地完善自己,最终在命运的魔力中破茧成蝶,最终成就了自己,我们要向他学习,不忘记最初的初衷,直面艰难,勇往直前,最终取得成功。 秦朗的结局,历史上并没有记载,以他低调的性格,和在曹氏权力中心一直可有可无的身份,可能会继续四处游历的生活。 不过在有的戏曲中,秦朗在和司马懿出征时,作为先锋死在了战场上,作为一名武将,死在战场上,也算是死得其所。 这就是秦朗的一生。 他一生与无数的大人物有交集,他的生父是吕布麾下的武将,他的母亲为关羽所爱慕,他为曹操所收养。 他自己也曾官拜曹瑞时期的萧綦将军和给世忠,不能说他是小人物,但是他好像又并不是很想做一个大人物。 这大概跟他的身世有关系,但是在乱世中,他之所以能够活过曹操其他的亲儿子,大概靠得就是一句话,做人要低调。